前段时间 印度举办的2022年防务展商 印度斯坦航空再次展示了 其第五代国产战机 AMCA的最新模型 以及驾驶舱模拟机 该模型的尺寸呢 叫先前网界航展商展示的模型更大 细节更加丰富 不过呢 你确定这不是美国的F-22吗 另外 印度还打算在该机的基础上 发展出属于本国的六代机 今天呢 大兵来讲一讲印度的五代机项目 看看该机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首先关于AMCA的战机的基础数据 机身全长17.6米 一展11.13米 最大起飞重量25吨 极限飞行时速2600公里每小时左右 作战半径1620公里 单次可以携带6.5吨弹药 6.5吨燃料 拥有14个武器挂点 一门23毫米机炮 机身采用零形机翼 V字形的双尾翼设计 在隐身方面 应用了类似于美国F-35战机的S型进气道 和大量的雷达吸波材料 AMCA的雷达反射界面积也很小 具体数据未知 其机身表面约60到80%的区域呢 都是CFC复合材料制成的 优点呢是重量更轻强度更加可靠 根据此前印度航空发展署的报告 按照印度该战机的发展计划 AMCA的首个型号 Mac-E将是一款五代机 后续的改进型号呢 Mac-R将是一款六代机 不过两者的不同之处呢 现今已知的是只有一点 那就是在发动机方面 Mac-E将配置通用公司改进版的F-414发动机 具体型号呢 为F-414GE INS6 光辉Mac-R型所使用的就是该发动机 配备有全全线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最大推力能够达到97.9千牛 设计上 单价Mac-E将安装两台改进版 至于Mac-R型所安装的发动机 目前已经敲定了合作方 印度将与法国的塞丰公司合作 联合开发一款单台推力 达到110千牛的发动机 这次之所以选择法国 而不是美国通用公司 是因为按照2016年印度新颁布的 新武器采购政策的规定 武器供应商必须要在交付军备后 在印度国内寻找合适的合作者 完成一项等同于合同价值一半的 技术转账项目 比如此前印度采购阵风战机 当时的采购总价约为83亿美元 根据印度的设想 40亿美元足以完成新发动机的开发 但是塞丰公司虽然同意向印度转让技术 但是在研发费用方面 两方却出现了分歧 塞丰认为 这款推力高达110千牛的发动机 至少需要45亿美元左右 双方均摊下来 也还有近5亿美元的缺口 之后经过三年的谈判 目前两方已经基本敲定了该项目 那么印度为什么要同时开发 5代机和6代机呢 印度目前正在推进的AMCA项目 可以说所盼望的非常大 在此之前呢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同时推出两代战机 更不要说还是5代和6代了 就算是美国这样非常成熟的航天大国 也在当年呢 只是连续开发F22和F35而已 讲到这里 大兵猜测 你的心中呢肯定会是这样想的 这还没有学会走呢 就直接想跑了 有这种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之前 印度的光辉战机 给各国留下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30年磨一剑的精神 那不是谁都具备的 而根据现今各国战机 开发情况来看呢 印度的AMCA的研制节点 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 如果不同时进行两代机的研发 那么AMCA可能与光辉一样 入役就过时了 毕竟美国已经着手开始退役F22了 目前呢 已经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到了六代机上 印度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如果不做出对应的举措 那么这几年一直大力倡导的印度制造 最终将会变成一个笑柄 所以呢 AMCA就成为了一款一机两代的产品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啊 那就是印度并不认为 AMCA首个版本属于五代机 而是应该高于五代机 即5.5代 不得不说 印度好像一直都有为战机加0.5的习惯 那么它的研发进度如何呢 在AMCA的开发方面 近几年印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该项目最早是始于2009年 与此同时呢 2013年印度耗资60亿美元 入驻了俄罗斯苏武器战机的开发计划 印度当时呢 是想执行两步走的策略 也就是一方面继续开发AMCA 另一方面呢 注资俄罗斯五代机计划 希望能够将成熟的技术 引入到该项目当中 这样一来呢 既能满足本国空军对五代机的需求 还能通过合作 获得一些之前没有的新技术 但是想法虽然好 却挡不住俄罗斯的脸皮 俄罗斯呢 只想得到印度的资金 并不打算分享开发而来的技术 合作几年后 印度在索要苏武器计算机 原代码遭具后呢 直接愤然地撤出了 与俄罗斯的合作 之后呢 印度便将全部的精力 投入到了AMCA的开发工作中 负责该机研发的 印度航空发展局总干事 吉里什 奥迪哈尔 在综合考虑的美国的F117 F22 F35 俄罗斯的苏武器之后认为 在五代机的开发中呢 必须做好隐身 机动性 以及成本的平衡 他认为F117虽然隐身强悍 但是机动性能不行 F22的隐身和机动虽强 但造价太高 而俄罗斯的苏武器呢 与之相反 增强了机动性能 但是弱化了隐身性能 于是F35便成为了最理想的目标 在该理念的加持下 AMCA敲定了设计雏形 属于一款既能执行 对地打击对空作战 压制敌方防空系统 还能够执行电子战的 隐身综合战斗机 时间来到2014年 在九个备选方案中 印度航空发展署确定了 3B09的设计方案 并进行了雷达反射截面截 和低高速风动测试 次年正式定行了 AMCA的最终设计方案 并通过了国防部的批准 之后包括航空发展署的700多人 国外公司的500人 国防研究与发展局的2000多人 以及印度斯坦公司的上千名员工 全部投入到了 该战机的开发工作当中 分阶段开发AMCA 所需的各个子系统 包括隐身材料控制系统 发动机 AESA雷达 内置武器舱 航电设备等等 当然大兵这里讲的开发 指的是有人参与 有的项目并不是印度主导的 而AMCA的初始投入在20亿美元左右 预计将在2025年推出首个原型机 那么讲到这里 既然印度这几年一直宣扬国产 那么AMCA的国产率有多少 在这方面呢 印度虽然对于AMCA寄予了厚望 但是本国的航空基础实力根本不够 如果想完全依靠印度国内的力量 在2025年前制造出原型机 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 于是呢 在确定了思路和需要的配置之后呢 印度便开始从国外寻找合适的配件 根据印度所公布的数据 AMCA Mach 1型的国产率 大概在30%左右 剩下的70%大部分出自美国 比如发动机 飞控系统 弹射座椅等等 印度承包商所接到的义务 大多是起落架 符合材料 隐身材料等 相比之下呢 技术难度并不是很大 按照印度设计方的说法 在AMCA的研发方面 开发人员并不太愿意 过多的使用本国技术 因为他们不仅商业成本不划算 而且质量堪忧 简单来说呢 就是印度也不太看好自家的产品 但是呢 这并不影响MAC 2型的国产率 在于法国赛峰联合研制发动机之后呢 根据印度的预计它的国产率 至少能够达到90%以上 因此目前来看呢 AMCA的第一个版本 还是一个由美国提供配件和紫系统 然后由其他国家帮助修修补补 印度负责总装的一款拼装机 核心技术可以说是没有 与韩国的KF-21有一些类似 不过这类做法 大家也不要过多嘲笑 大兵认为 在如今的一体化时代 可以将拿来主意发挥到极致 也是一种能力 毕竟用最成熟的技术 最低的成本开发一款 属于本国的高性能战机 那是相当的划算 无论它是万国造还是自研品牌 只要可以拉出去打仗 自己还提升了技术 那这就是一款良好的战机 说实话 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 能够像美国一样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现今印度空军的总体实力如何呢 2022年 印度可谓是好事不断 不仅自家的首艘国产航母正式服役 在最新公布的 2022全球空中力量排名中的 印度是力压中国 法国 日本 以及以色列 取得了世界第三的优异成绩 这也是印度空军近几十年以来 在各类世界军事实力排名中 取得的最好名次 世界现代飞机名录网站 属于一个专门研究各国军用航空领域的机构 根据该网站的首页介绍 他们的研究包含了全球98个国家 共124个军用航空体 有记录的军用飞机数量超过了47万架 并且每年都会推出类似的排名 在之前的军事实力排名中呢 不论是比较军事的总体实力 还是单独列出的海陆空森 该网站却打破了常规 按照该网站所公布的排名依据 他们是在考虑了多种因素 比如说军用飞机总量 飞机性能 库存数量 训练的强度 可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等等 并将数据带入到一套公式中 计算出了一个数值 最终以此为依据 给定排名 高居榜首的美国空军 经一系列计算 获得了242.9的高分 下面排名依次是美国海军 俄空军 美陆军航空兵 美海军陆战队 第六位便是印度 然后是中国 日本 以色列 法国 这便是本次榜单前十名排名 其中呢 美国四个兵种不对 就占据了四个名额 世界第一 果然名副其实 当然 美国和俄罗斯 咱先不管 关键在国家排名上 印度首次超越了中国 这个位置此前一直都是中国的 那么 印度空军真的有这个实力吗 整体规模方面呢 印度空军 目前总共有13.9万人在意 预备役人员达到了14万 各类军用飞机总数超过了1750架 其中战机数量大概是900架左右 立下拥有30个航空作战中队 另外呢 就是隶属于空军的71个防空导弹中队 他们所配备的防空系统 大多是俄制装备 例如S125 9K33 9K38等等 还有就是以色列的 Spider防空导弹系统 自产的 阿卡什防空导弹 至于印度空军的战机组成 怎么说呢 他们的战机款式是有点多 仅仅是战斗机的种类就有7种 而且每一款战机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其中呢 俄制战机占了大多数 如果从先进程度方面来看呢 有着法国的阵锋 俄制的苏30MKI这样的四代机 一般水平的 有俄制的米格29 法国的幻影2000 以及本国的光辉战机 另外呢 也有米格21 美洲虎这样的三代机 其实配置啊 放在全球范围并没啥亮点 而且五代机呢 都已经问世很长时间了 美俄中都已经陆续列装了 其中美国更是要退役 首款五代战机F22了 其他没有研制出五代战机的国家呢 也通过外购的手段 获得了美制的F35 目前的印度 却没有一架五代机入役 当然 判断一个国家空军的具体实力 只看所装备的战机是不完善的 我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来深入研究 比如训练时长 实战经验等等 根据近几年公开的资料显示 印度空军飞行员平均每年的飞行小时呢 大多是在110到150小时左右 这样的训练强度 算是比大多数国家都强 不过对比一些空军强国就有点少了 武昌国家的年平均飞行小时数 基本都是200小时起步 这方面呢 印度空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至于印度的军用航空工业方面 相较于国内其他军工行业 还是比较先进的 而在战机的开发方面 印度一共推出了两款成型的装备 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 HF-24风神 和2015年服役的光辉战机 另外呢 就是几款自主开发的直升机 虽然印度航空业的总体实力不算强 但是呢 近几年也在磕磕绊绊当中前行 再加上预计 在2025年首飞的AMCA 不可否认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干货的 最重要的是在实战经验方面 印度空军虽然给大家的印象并不好 但是呢 他们可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刚果危机开始 截止到现今 印度空军陆续参与了至少十次战争 例如第三次印巴战争 数次卡基尔战争等等 可以说呢 印度空军时刻都在整军备战 仅从实战经验方面来说呢 印度空军比值大部分国家都要强 以上呢 就是印度空军现今的大体情况 至于让人诟病的后勤维护 战机坠毁率等等 大兵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毕竟大家不能总盯着人家的短处呀 总结来说呢 如果印度不白白浪费掉这次 能够博取重家之长的机会 必定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航空工业实力 要知道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拥有如此优质的资源供其开发 而且这次印度将战略目光放得更远了 AMCA5代机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Mac 2型6代机才是AMCA的最终形态